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题目稍稍有点调整 缩短一点点时间播出 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跟您谈一下 就是有关于两韩之间 今天4月27号 在朝鲜半岛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那么今天两韩之间的首领 今天这个见面已经基本结束 那么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板门殿宣言 那么全文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个和平统一 繁荣的这个板门殿宣言 那么在这个板门殿宣言里头呢 受到这个各方仔细的这个研读 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么这个板门殿宣言呢 目前我们大概知道 如果看到这个韩国官方所公布的这个版本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当然是韩国自己 两韩之间朝鲜半岛之间 自己的和平共存跟固定发展的这个问题 这里头有他们自己韩国两个人 两韩之间互相讨论的这个机制跟逻辑在里头 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注意到的是 有关于国际界所关切到的 朝鲜半岛和平的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朝鲜半岛和平的这个问题 这一部分 那么在宣言里头 大家最关心最关心这两韩之间 到底对于朝鲜半岛这个所谓核武器存在与否 这件事情表示有非常大的关切 那么两韩宣言里头 在这个板门这些宣言里头 所明确指出的时候 是要透过弃核方式来实行无核化 那么弃核方式实行无核化 那么这个话 当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读内涵 但是呢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呢 没有看到说进一步 外面所本身所奇探的意思是说 怎么样来进行 这个契合无核化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早上 这个在美国这边 今天早上4月27号的早上呢 那么显然川普总统 也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呢 也马上就发了推文 波扎这个推文发的是相当有意思 在刚刚出来的推文呢 它基本是用小写的方式说 很好这个非常看到这个两韩之间 非常快乐的看到两韩之间 有这样子的这个谈话 那么随后之间呢 那个他又 他又推出这个贴文是很用这个大写的啊 大写的 就是上面写的就是说 韩战中止啊 将要中止 to end 那么这样子的说法 这个意思呢 川普当然是密切啊 美国这边是密切关切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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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发展 但是显然川普这边也了解到知道说 这次宣言里头并不会 直接探出到 所谓这个无核化啊 跟这个契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 这点才是美方所主要更正注意的地方 那么这样子做那么显然这个话语权呢就留下来给这个啊 给这个川普跟这个金正恩之间见面的时候所可能要宣布的事情 无核化的方式 换句话说 两韩之间对这一方面呢 有所保留 保留的目的呢 当然一定跟美国之间要并行详细的切磋商之后才会申布 那么显然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进行太好的磋商 所以在契合化 这个无核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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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上显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定的这个共识 那么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在美方来讲 美方是希望啊 因为过去从六方会谈开始等等这些东西 从这个克林顿最早开始 已经对于这个朝鲜啊 本身做这样这样子的这种种种各种这种答应要弃核 或者是这个停止核设施或者停止导弹设施 做出种种的这种承诺跟许诺 但是都没有一件能够实现的啊 即使经过六方会谈坐下来谈了又谈谈了再谈 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停止这个朝鲜自己本身的这个 这个核测试跟这个核导弹测试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呢各界对于这个北韩 即使今天这个金正恩啊 出来做了这样子这么大的这种重大的宣誓啊 跟让步 但是各方呢还是有非常大的戒心 不相信啊这个事情能够成功 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像当年对付利比亚一样一次到位啊 就是把这个所有该做的事情 该这个除核化跟弃核化的这些事情一切到位 但意思就是说要打开这个这个朝鲜啊 自己本身的这些核库核库存还有这个核电厂 还有这个核试验基地等等要一次把它解决掉 那么当年美国在对利比亚的手法的时候就是啊 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利比亚这个格拉费不得不这个屈服 因此把所有的这些核武器跟核设施全部交出 那么在2003年这些核设施跟核武器现在都被运 那当时都被运到美国田纳西州那边这个 橡树岭的这个国家有关于这个核 国家实验室有关于核子方面设施的地方 那么那个时候据报道来讲 那么越南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封掉啊 那么美国当然希望还有各方面希望是相当一次到位 否则的话如果当初这个让这个 如果是用这种分阶段式的这样子来 这个来契合或者是这个废核的话 那么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重新的谈判 每一个阶段北韩都可能拿每一个一阶段 来做下一个阶段谈判之间 进去之间做一个另外不从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 要挟啊意思是说你能给我这么多东西 给我这么多的补偿或机器上援助之后 我会愿意做下一步 那么如此而来就反反复复啊 周围而复始就不知道真正的这个契合化 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所以美方这边所坚持的就是希望一步到位 那么照韩武照这个朝鲜自己本身来说的话 是希望同时同步和同步进行 就是一部分这个一部分撤军 另外一方面要加强这个 加强韩国这个朝鲜自己本身的安全意志跟措施 还有加强他的自己本身有关 其他经济建设的东西 所以就当时朝鲜来讲说 目前所这个金正恩所显示的 是希望能够分阶段实施 那么美方这边是希望一次到位 特别是美方现在换了这个新的白宫 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上来之后呢 他这个人更是主张要一次到位 能够契合化解决的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今天所发表的这个板门店宣言里头 这个两韩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契合 来达到无合这个情况 到底是这个是把这个整个核设施全部拿掉呢 一次拿掉呢 还是要分阶段做 那么这个北韩之间似乎 金正恩在几次发言里头都表示 他已经云有核子武器了 假定这个他云有的一个小型化的 这种核子武器 如果的确是有的话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金正恩 交出这些核子武器呢 所以根据美方这边的说法 这边认为是说 首先呢必须要列出一个清单 列出一个清单之后呢 然后让这个国际或者是美方为主的 这样子的这种看见见识人员呢 进到朝鲜里头去检视他所说 他们美方自己情报单位所掌握到的这些 这个韩国啊这个朝鲜自己本身所谓的核弹啊 核弹设施还有核弹的树木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朝鲜这边自己能不能够把这些清单都列出来 然后让这个国际社会打开来让国际社会去检查 然后去拆除等等 那么到现在为止当然可能啊 也许这个事情发展的太快 并没有提出这样子的这个确切的做法 但是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即使没有这个确切的做法 但是连这个提法啊还没有完全看到 所以这一方面对美方来讲呢 显然是一个比较顾虑的事情 需要能够在这个朝鲜的这个金正恩 跟这个川普在五月或者是六月见面的时候 希望能有个明确的这个轮廓出来 那么相信就这点来讲的话 美方一定知道了 这个双方之间今天谈判的结果 不会有这样任何的那种明确措施 所以现在是应该在加把劲 更加的进行这个美国跟这个 这个金正恩之间啊 对话的这个筹备工作 所以这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呢 从这个百分点宣言里来看啊 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只是取得了金正恩的这个一个口头的说 要弃何化无何化的这个角度来做 那么这一点呢 也许是这个啊 现在大家还有保留啊 希望能再有一次能够有进一步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可能就是在川普 跟金正恩开会的时候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有提到有关于所谓这个中战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板门店学院里头有提到 要在年内结束战争状态 这个年内并没有讲任何任何时间表 但是七月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 是韩国自己本身一个重大的节庆等等 所以也许七月到现在一个月时间 两个月时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再来呢 在这个宣言里头呢 还提到说 假定这个进行这个中战决定的话呢 那么会起会还会举行一个美朝韩啊 三方啊 就是朝北韩南韩跟美国三方的这个会谈 另外呢是不是啊或者他这个宣言里头还加着 或者加上中国啊就是中朝美韩这样子的一起的四方会谈 当然要停止状况 我们知道1953年停止这个韩战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是进行啊 只是进行一个一个一个停战 休战的情况 那么中国当时也是参战的一方 因此假定要进行这样子的这种停战协定的话 势必中方必须要参加 那么这个角度来讲 中方到现在为止 当然没有明确的表示 但是应该中方要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中战协定 这个停战协定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 也是密切的注意这些事情啊 那么这个新华社对于今天这个整个发展 也是很快的做出这个这个这个报道 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也对这样子的情况呢 立刻表达这个评论 表示乐于见到韩国这个朝鲜半岛的 这样子的种种和平和平性的发展 所以中方到这个事情呢 是相当密切的注意 当然在这里头当然最紧张的 当然是属于日本了 那么日本多次希望 这个在两两韩之间这个这个谈判的时候 能够提到日本一点一点点事情 特别是日本关心的 就是日本民众被这个朝鲜 被北韩绑架了这个下落这个事情 那么在今天这一次的板门店宣言里头 没有看到这一方 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东西 换句话说 没有提到日本所关切的这种 两国的国际间的事务 那么在两两韩之间呢 也看出来两韩之间有很大的这个 共同努力的这个意愿跟迹象啊 那么综合来讲这一次金正恩 本身在这个两韩之间所做出的表现呢 让韩国人相当窝心啊 那么譬如说这个金正恩呢 也很这个幽默的向这个文在寅表示 说这个听说你常常在半夜被叫醒啊 去参加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啊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室舍 我们这个导弹设施 没有造成你的睡眠不安啊 那么这个文在寅就说 这个以后呢我的睡眠会更加好了 这个和平就来到了等等 那么金正恩呢也很坦率的啊 在这个文在寅要求 他是不是能够去这个平安访问的时候 那么这个金正恩当然是答应 但是也说我会很难堪的啊 因为金正恩了解 他也跟这个这个文在寅说明 这个北韩的各种这个基础的设施啊 都不如韩国 那么就韩国自己本身来讲呢 也相当的惊奇啊 看到这个北韩这样的这个高 这个最高元首 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 比较低姿态的表态 所以这个这一次会议来讲呢 就双方来讲是相当比较这个 这个顺利跟平和的 美国纽约时报在今天早上 刚刚做出来评语 就用一个说 在一个巧妙的这个安排啊 巧妙跟事先议演 跟排演的一个 排演完善的一个 这样子的情况下 根据剧本来演出 那么两韩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呢 终于圆满结束 也有一些让大家这种的这个额外的吃惊的地方啊 他举了个例子是说 当这个我这个金正恩跨过38度线的时候呢 跟这个文在寅小小的这个街头接耳讲了几句话之后呢 又邀请了这个文在寅两个人再跨回北韩这一边的38度线 象征啊南北韩都这个这个主要的首领都在这个都跨越了这个双方的这个领土啊 那么在美国纽约时报来讲 那这个对他们来对外国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啊 让人家意外啊 又又觉得很这个很自然很顺利的一个一种做法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两韩之间这个话 这个重要的这个会谈 算是战告一个段落啊 两韩之间呢 已经互相承诺啊 要尽快的恢复两韩之间各种交流 各种的这种各种交流 还有各种这种互相互信的经济建设 比如说南韩就要去帮助北韩啊 去建筑一些道路啊 还有一些铁路的设施 那么同时从5月1号开始呢 也就马上的5月1号开始 两韩之间呢 就要停止有关于新战喊话 还有任各种一切军事行动 跟军事演习这些行为 那么更重要是 韩国人自己本身很关切的 要在要在这个6月16月中旬啊 举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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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相互团结 寻亲认亲的这个活动 这一点可能是两韩之间 最重要对老百姓来讲 最重要最值得关切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的这样子的啊 这个会谈终于啊 在这个没有意外 而且大家是在事先预测下的话 完全这个完全成功啊 那么当然这个文在寅自己本身的功劳 是相当大的啊 在外界这边有些评语 认为这个文在寅呢 在这一次这个和平 朝鲜半岛和平的过程当中 目前所看到的和平过程当中 出了很大的力啊 他弃而不舍的啊 周全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啊 如何能够这个 然后让这个 再把这个金正恩拉下来 能够能够促进这样子的活动 当然这个文在寅的功劳很大 但是到外界目前为止呢 还不愿意把这个功劳啊 把这个最主要的功劳 给这个川普总统啊 那如果不是川普总统 在这个年初啊 派出重大的这个这个军事 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啊 给这个这个朝鲜 带来这个极大的军事压力之外 另外还有重要的 不断的一次又一次 上井宇宙式的这种经济制裁 让这个这个这个金正恩 感觉到啊 这个这个完全不能够呼吸的 这样子的经济活动 再加上中国也这个 也帮助美国啊 停止对于韩国 对于这个朝鲜 各种重要的经济援助等等 那么终于让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金正恩呢 愿意啊改变自己的想法 然后能够找这个 伸出这个和平之手 能够希望国际的大家庭 能够接受能够接受它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住 当然这个焦点 这个两韩之间的这个会面 终于落幕啊 那么剩下的事情呢 是韩国跟北韩之间 他们自己讨论 自己国内的一些 重要的措施 那么大家的焦点呢 就移到了川普 跟这个新政恩要见面的情况 大家可以大概预见的 两件事情应该会发生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北韩 这个朝鲜跟美国之间 可能会宣布建交啊 如果是宣布建交的话 当然就是结束了 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敌对状态 那么如果这样子要发生的话呢 那么之间啊 是不是这个中战停止 中战停止这个协议呢 要在他们两个人见面之前 就要举行啊 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点 因为这个中战的一个情况 就双方来讲 基本上实质上的这个条件啊 这种开战的条件 已经不存在了 双方坐下来 在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如果能够行动的话 是有可能这个美朝韩 或者是加上中国 四方坐下来签订这个停战协议 这都是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再来再加上这个美韩之间的见面呢 可能就包括了如何啊 这个说明这个契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表 跟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呢 今天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 是相当快速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能赶上这每一切每一切的变化 所以如果预期没有错的话 那么今年啊 到今年12月这个底之前呢 这个朝鲜半岛的各种不同的高峰会 会不断的一个又一个的举行啊 那么极有可能在今年之内 整个韩国半岛啊 朝鲜半岛的整个局势 就会跟去年完全改观了啊 那么比较明显看到的 当然就是一个无法的可能出现 并且正在执行 那么同时呢 这个朝鲜呢会开放啊 整个开放 这个把整个国家的资源呢 投注在经济方面 那么这个一来 因为国际间的各种商机啊 带来无限庞大的市场 那么沿着 相对过来整个中国的东北地方 也会跟着进一步的开发起来 所以整个来讲 如果这个金正恩 真正的能够实现 他自己所愿意说的 契合跟无和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朝鲜半岛 整个变化来讲 当然是一个盈盈的 这个双盈的情况 但是当然还有一个 更重大的考量 就是一个无和化的朝鲜半岛 那么对于到中国是有利呢 还是对于中国是有害 对于中国的角度是什么 那日本人本身也要担心 因为如果这个朝鲜半岛 整个这个统一或者是变成和平的话 那么会倾向哪一边 是倾向美国呢 还是倾向中国 所以这也是中国在这个 这个政策这个指定方面的时候 也必须观察跟注意到的一点 但总而言之 没有战争对老百姓来讲 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没有战争就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大家能够能够各自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增进自己家庭的福祉 然后创造更多的这种繁荣 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希望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简短的分析到这边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